相安 相安 嘿嘿 好 千年節快樂 你們可以看到牛奶糖 沒有人要讓你們看到 好 千年節快樂 沒有我只是 沒有睡飽 千年節快樂 很舒服 還有會在阿姆家開門 因為晚上有事就要回家一躺 千年節快樂 千年節快樂 千年眼睫毛很舒 太晚睡 滿晚 謝謝吉米粥的香檳 晚安 謝謝香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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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多香檳啊 謝謝吉米粥 嘴唇是不是還沒好 好像 好像好了 好像好了 半價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半價的香檳 謝謝 謝謝大家半價的香檳 謝謝季化量的SUPER 下巴呢 是有卡卡但不會通 恭喜 恭喜 很可愛 卡卡是天生的 什麼意思 沒有天生 卡卡 有好的趨勢 現在十一的守護永恆的愛 我在想是不是要這樣 要這樣 我看個歪回來了 謝謝塔比說的Ju-Ju-Ju 這邊膝蓋是你喔 謝謝花生的雞女熊吧 怎麼跳進來一隻雞 謝謝SUPER 七夕熊 七夕熊 什麼星特熊 謝謝花生的Ju-Ju-Ju 謝謝羊圈裡的路 說你的緣分相遇 謝謝粉玫瑰 謝謝 上單有熊抱可以解鎖新演舞特效 喔 謝謝九尾的新特效 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拍的是七夕 我在流汗嗎 我沒有在流汗 看起來像在流汗 哪個部分看起來像在流汗 我看起來有 發 發亮 是不是 整個看起來在流汗 很熱的樣子 真的嗎 衣服嗎 衣服看起來有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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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特效好紅喔 腮紅 你好你好 謝謝法蘭先生的GG女巫 差點忘了你現在就是固定禮拜四播 也沒有固定啦 只是 禮拜四如果沒事的話 基本上都是拍禮拜四 跟妖海團約會開心嗎 開心啊 我昨天跟她打拳擊 謝謝 謝謝玲果的刮鬍子 沒有鬍子 我沒有鬍子好嗎 沒受傷嗎 沒有受傷啊 她指甲沒有伸出來 她可能那個吧 最近有剪指甲 我比較吃虧了 我只有兩隻手 她有四隻 她跟腳一起 我只有兩隻可以跟她打 有吃了 阿富的清清街炸雞 有啦 可是昨天晚上在她拿 她打人只會用前面 沒有她會用腳這樣 壓我很爽 謝謝 路人 一百有找 我們中午的時候去買 去買 材料 然後 下午的時候 做 然後 剛剛吃 吃完 我大概四點多 離開 晚安呀 今天是雙馬尾福利嗎 我只是不知道要綁什麼 因為這個髮型是最簡單的髮型 然後 還有 陳世雅送給阿貝桑的搬家禮物 她說 就是大家一起送她一台那個 蒸飯 怎麼說 那是什麼 電鍋 不是電鍋 上了一個水電鍋嗎 飯鍋 煮飯的 煮飯的叫什麼 電子鍋 電子鍋 她說大家要不要一起送 我們就說 好啊 然後她就找那個 找要買什麼款式 然後她好像找了 可能一兩個月 她找超久 然後直到送到阿貝桑 那時候 她已經搬完很久 然後 她就有問說 你覺得 要買 這個 十人用的 這個還是六人用的這個 她說你覺得哪個比較好看 這樣子 我說 我覺得 六人的那個 應該就可以吧 六人那個功能看起來 就是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她很簡單 就是小小的 應該蠻好的 然後她說 可是你跟黃姐選不一樣的耶 她選上面那個 然後說 你們 想一下啊都可以 然後 然後 最後她選了十人的那個電鍋 然後 她 今天我們是第一次打開那個電鍋 然後就發現 欸 她超大一個 她大概 她有點像那個 免治馬桶的大小 你知道 十人份 她的那個 很像馬桶 馬桶蓋 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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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長度 然後超大 然後就說 哇這個阿貝山 你的房間 放不下 你的廚房放不下 這個電鍋 就是 她如果要直的放的話 那個 深度會有點窄 所以我說 可能沒有辦法放在廚房 你剛剛有沒有把飯桶跟馬桶 可是她就長得很像阿 白色的 然後很大一個 這要放廚房 就只好放在客廳阿 因為我說 我說 你那個櫃子 基本上放不進去 所以你在買一個櫃子 專門放那個電鍋 不然的話 你廚房應該是放不下那個電鍋 她的廚房其實很小 所以 沒有地方放那個 對 那個電鍋 十人份欸 超大的 完全是突出了那個 她本來有一個架子 廚房的架子 然後她的架子大概就是 這麼 這麼深 寬 深度 這邊是 琉璃台 然後 那個 瓦斯 這樣 然後這邊 離那個櫃子 牆壁這樣 只有這樣子的空間 她本來櫃子就只有這樣 淺淺 淺淺的放東西 然後她的電鍋放進去會超出來一半 她的電鍋會超出來一半 她的電鍋會超出來一半 然後 再隔一點點的空位就是 琉璃台 所以 她的廚房其實很小 除非她把那個電鍋這樣轉側面 就是轉側面 她不能放正的 不然的話會 就是很卡 然後 然後阿雷桶又說 真的 下次 她說 城下真的很不會送禮物 下次請不要叫她買3C產品 我說就連你家一家都不需要用到十人份的那個電子鍋 嗯 只好我再幫你家 她就送熱炒的那種飯給我 只有你們兩個人吃嗎 沒有我們今天 品涵跟我 然後理財姐呈現 阿貝桑 五個人 不是切換選嗎 那可能就是陳詹良跟切換選的那一個 因為我說六個人應該就夠了吧 我說她有需要吃到十人份嗎 完全不需要 三人份是要辦什麼 她就說 早知道我就買三人份的就好了 三人份很小還很便宜 她說認真三人份說不定還可以 因為其實大家不會 飯吃到這麼多 再一次十個人就餐 好像每次也 就算十人聚餐也不會 煮到十人份的飯 因為每次去李嘉莉家 就算他們煮很多飯 根本十個人裡面大概三個人吃 可能就李嘉莉李財姐 然後跟阿貝桑 吃一點點 然後 然後 秋起來吃一點點 這樣子 基本上沒有 就是 在吃飯 呵呵 很少到十人份 對啊 而且一個人 煮的話 根本不需要十人份的煎鍋 她就算要煮一人份她也很困擾 她的飯可能真的會有 像淺淺的 淺淺的這樣 那不是純濕白飯 就是 十人份就是要做什麼 白飯終結是李嘉莉 而且 真的放不下 那個 那個電鍋 一拿進去廚房 一看就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放在廚房 完全沒有地方讓它放在那裡 它就是一個很 占物 位置的電鍋 好 今天有看到阿貝桑 然後把剩下的飯 用保鮮膜包起來 那總是要十人份 就是 對 真的是來的 非常的傻眼 我說 你要不要考慮放在廁所旁邊那個 櫃子上面 因為 暫時應該只有那個地方放得下 就是沒有人需要這麼大的電鍋這樣 吃完整桶 直接廁所知道 我差點就要把那個電鍋放在廁所 因為那個 我們本來以為就是廁所才有那個 三個插頭的 插座這樣 還好那個 那個櫃子下面有一個是三個插座 看這個來面子嗎 真的很大台 那個十人份真的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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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拔 有這種事情 可以自己拔掉 嗨嗨 謝謝 眼智馬桶比十人飯店多小 眼智馬桶比較貴啊 覺得太大就趕快拿回去換了 我說 阿美桑還是你要不要裝回去然後退貨 叫陳志亞退貨 但他應該買有超過那個了吧 那個什麼 退貨期 謝謝 柯金魚的帶你去聊聊 已經煮下去了 我說 我說 在他還沒煮之前 我們在思考這台電鍋到底要放在哪裡的時候 就說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叫陳志亞拿去退貨 就說你不要了 沒有地方放 然後後來就想說算了啦 就放在客廳那個地方 想說算了就放在客廳那個櫃子上 現場還沒有吃 他應該不是現場 他應該是網購 買家巨腿 客廳裝飾 對他現在是客廳裝飾品 很搭一個裝飾品 很搭一個裝飾品 所以還不會存 因為我印象真的 電鍋可能就是圓圓的 然後小小的很可愛 然後他是很長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像連置馬桶 因為他很長 他太長 他長到一個我覺得他很不像電鍋 跟小麥跟莉莉戴家 應該可以煮麥鍋一次 不需要吧 那鍋是遠的嗎 那鍋是遠的沒有錯 只是他整體 是橢圓形 看他會不會有PO出來的一點那個電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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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家應該是 還是沒有這麼那個吧 他可以在他家煮好飯 然後帶去 帶去家裡家吃 把存在放進去燉了 就是感覺 煮湯可能會比較 就是 放 方便嗎 因為湯的話 感覺 就是一鍋大概是那個量 但是飯一鍋就是 有點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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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也吃不完吧 不知道耶 一個人住其實很麻煩耶 煮東西 煮一人份很困難 做什麼 機溫調理 低溫調理 你一常煮東西阿 我不常阿 我家沒有廚房 謝謝小玲的之女胸抱 基本上那個名字會一直擋到我的臉 那種電鍋有這些做飯以外的料理嗎 他是寫他可以做其他東西 只是會不會用就不好說 應該說我常吃白飯 我不常啊 我真的只有在外面吃外食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白飯 林子的位置是看螢幕解析 所以我看到的跟你們看到的不一樣 吃白飯的今天也沒去 感覺可以在裡面打陀螺 平常吃什麼 平常吃什麼 平常吃睡覺 還有什麼 我待在家裡基本上都是 我親戚 給我什麼我就吃什麼 謝謝咖啡的香檳 金色特別版 微波食品也都可以用 電鍋煮會不會太難是零食 微波食品用電鍋煮也太麻煩了吧 還要洗電鍋煮 各種外送就有 洋芋片 啊洋芋片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大概都是微波冰箱的東西吃 對 基本上 我的冰箱裡面還有放了兩天的巴勒耶 那個還可以吃 這個應該吃一下 不然我已經放太久 嗯 微波食品方便 微波食品方便 不用洗啊 就放盤子裡啊 放盤子裡不就是要洗嗎 然後 那碗湯 就能不能再發生第二次 我太叫外送 我基本上 我不叫外送 因為外送有外送費啊 呵呵呵 趕快拿來吃啊 你說巴拉勒嗎 冰箱裡面應該是 飲料占88吧 好像 好像是吧 裡面還有一個蛋堂 昨天的蛋堂 很 看起來很飽 蛋堂 基本上懶帶餓 對懶帶餓 花茶的糧 還有昨天喝了一半的花茶 也太多東西 其實這邊有很多東西啊 就是我會忘記 你們一樣是放東西進去就會忘記嗎 因為我昨天晚上不住在我家 所以 我忘記了 我有點忘記那個 昨天我做了什麼 哈哈 需要回一頓酒 我真的是 其實昨天也沒剛好 昨天離開家裡也沒有多久 就是 昨天大概晚上的時候 出門 會把手機放冰箱 從回憶的深層慢慢想起來 每天回家先開 冰箱 我今天就是 點了一杯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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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好 我決定了 我以後不要再點葡萄柚的飲料 基本上不合我的胃口 而且我還點到少糖欸 我點到少糖我還是不喜歡 那我可能就是不喜歡 我沒有點葡萄的 你不是討厭果肉拍的嗎 我是啊 但是 我就覺得夏天喝奶茶好像有點膩 所以我就想說 就點個水果的 然後 荔枝的話 我只是單純想說 今天還好 我就沒有想要點荔枝 葡萄就跟你絕緣 絕緣 喝茶類啊 茶類 我就很怕它會色色 上次奇異果還不是喝的 奇異果 你說馬骨嗎 馬骨那個其實沒有很酸欸 我覺得是因為 柚 鮮柚 葡萄柚會有種苦苦的味道 我不喜歡那個苦苦的味道 酸還是可以 就是 酸的話通常加糖就很 好就可以喝 但是 酸又苦 我就會覺得那個苦 很像壞掉 所以那種檸檬 檸檬 或是柳 柳丁 那個我就會有點害怕 因為我很怕它 會苦苦 就是 就是這種 這種皮的地方 泡久了它會很苦 所以 我是不是以後不能喝那種 裡面有皮的水果 它會有色味 會想吃味 糖不夠就會很突出 我都點到少糖 雖然它說它是蜂蜜啦 蜂蜜的糖 你可以5分鐘喝完就不會苦了 我本來想要點那個什麼 什麼雙凍 豆漿跟米漿凍 的奶茶 但是因為我從來沒有點過 五同號的那個 什麼豆漿凍跟米漿凍 我沒有點過 所以我就放棄了 聽起來超噁的 聽起來很噁嗎 聽起來很噁嗎 我想說聽起來很酷耶 烈士冰檔 烈士冰檔是不是很安全的 好多人的朋友 你不喝我們怎麼有機會踩 你們不能先去喝我再去喝嗎 一堆凍 米漿凍是什麼神仙 米漿凍不就是米漿做的凍嗎 他在這表情都不敢喝 確實我是覺得還好 都花錢了 對 都花錢了就是要喝 我通常很多我都不敢點 其實我 還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很 好像很多人喜歡 很喜歡喝 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的那個 比較好喝 雖然大家都說那個什麼 跟同茶信仁都很好 但我就覺得他的那個 因為他是招牌 他好像不能調整 所以 我就覺得他 不夠甜 他的那個綠草 不夠甜 假如別人請的飲料會喜歡喝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別人請的飲料 你是說別人請飲料會喜歡喝 還是 別人請的飲料 喜歡喝 謝謝屋外的 緣分相遇 烏弄東路呢 東路我覺得基本上 冬瓜茶這個東西不會 踩雷到哪裡去 我是 有啦有 我有喝過一家的 冬瓜茶好像有種奇怪的味道 但是我忘記是那一家 電影開始了 掰掰 看啥電影啊 冬瓜茶基本上 不太會不好喝 除非他冬瓜茶喝起來酸酸的 就可能有點噁心 有點壞掉 或是 就是可能 不知道有的冬瓜茶會有種 很神奇的味道 冬瓜茶不會有酸嗎 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有一次喝那個 冬瓜茶 就是那個杏仁凍加冬瓜茶 然後 可能是因為我放了一天 然後 隔天喝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有點酸酸 但是我放在冰箱裡面 我是想說我都放在冰箱裡面 他怎麼會酸酸的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沒茶吧 那我還是喝了大概半杯左右 但我覺得他好像酸酸 那天就趕快喝啊 一天 不知道我想說是 性能動酸酸的嗎 放太久了 一天還好嗎 一天之前沒有喝嗎 沒有欸 我是全新的 全新的拿去冰箱冰了一個晚上 隔天喝這樣子 隔天喝這樣子 可能就有點 壞掉吧 可是我喝了我沒有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還 還好 我滿正常的 喝完都滿正常的 沒有開過 沒有開過但放一天好像還是有那種 會嗎 鎖搖不能放一天嗎 因為我有時候會做這種事啊 比如說隔天要很早起 很早工作的時候 買不到飲料的時候 我就會前一天晚上先賣 我前一天晚上就會先買 比如說 呃 我們晨曬畢業演唱會的彩排 那一天 也是訂了一杯飲料 但是因為太忙了 我那一杯根本沒有喝 我只帶回家 然後隔天再帶去喝 所以 我就是會先放著啊 跟你們的胃不能比 我記得我點了什麼啊 柳橙之類的 柳橙綠茶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就是 前一天我點了這一杯 然後 我那一天 整天都沒有喝到 然後就帶回家 然後 然後就拿去冰 然後隔天 隔天 從冰箱拿出來 然後再帶去現場 那個沒壞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不太出來 我又不太出來 就是 六層 因為他不冰啊 就是他後面已經不冰了 因為他沒有冰塊 他只是從冰箱拿出來 所以他基本上很快就退冰了 所以 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他不冰 所以 沒有那麼好喝 呵呵呵 好 摔起來好像沒有很好喝 摔起來好像沒有很好喝 摔起來會酸酸的嗎 會酸酸的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神奇的味道 但是他有沒有 因為柳橙本來就酸酸的 不是嗎 呵呵 他那天沒壞嗎 所以柳橙本來就酸酸的 不是嗎 可能我喝不出來 可能我喝不出來 基本上他不要超難喝 我都會覺得 好像就是 有點怪怪的 但是沒有到很 不能喝的感覺 哈哈哈哈 但是 劉小晴有喝 所以我 覺得 他應該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他應該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剛剛是要說超額嗎 沒有耶 我記得是 城下的便宜那時候是什麼 24號 我們23號 彩排 所以23號的 中午還是下午 我們訂了飲料 然後 那杯飲料就 可能 3點多的時候送到 然後那杯就放在那裡 然後彩排 彩到晚上 可能11點多 然後他就是一直 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然後因為都沒有喝 所以我就那杯 我就帶回去 帶回去 我家 然後帶回去我家 就冰在冰箱裡面 我就冰在冰箱 然後到24號的早上的時候 我們要再去公司集合 我就再帶著 從冰箱裡面拿出那杯 拿出那杯 然後 就是套上 套上我的這個 袋子 然後再帶去公司 然後 就這樣 然後就再帶去那個 Zep 然後帶著Zep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就插了 插了那個吸管 然後就喝 喝個幾口 然後就正式 正式演出 可能就 偶爾喝一下 偶爾喝一下 可能就喝半杯 然後到城下的 冰箱上會 全部結束 然後甚至合照會結束的時候 他都還沒有喝完 所以 他就是還剩一點點 然後 那天就說 因為那天我們 城下請我們喝飲料 但是因為 樓下SSK啊 沒有拿到習慣 所以 除非你上去拿 所以基本上我們 沒有辦法喝 城下請的那個飲料 然後再加上那個 別人請的飲料 也是都在二樓 我們就有點懶得上去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就是 城下那天 演唱會 我喝的那個飲料 然後我就掐著 然後放在座上 然後 然後六小姐就說 欸可以喝一下你的飲料嗎 因為他 城下 訂的那個飲料 他也沒有習慣 所以他也沒東西喝 他就說我可以喝你的 所以他就 有喝 但他也沒有怎麼樣 所以我在想說 那應該是沒有壞掉 就整個覺得 好像沒有這麼好喝了 就是沒有 剛做好那麼好喝 但他沒有到 不能喝 就是沒有到不能喝 就沒有這麼好喝 今天晚上他可能放了快兩個 兩天 兩天 你們到城下 練了他會結束 然後甚至拍合照 快結束 以前是晚上十點多的事 那他應該整整放了應該兩天 然後他就說 其實有這樣子 真的嗎 我還想說我要不要把它喝完 我應該是 你最後沒有喝完 我也是最後可能剩這樣子 因為真的太多飲料了 所以我喝不完 所以我就先 把它喝到一半 一定要食物中毒才會發凶 真的不知道耶 就我這個人是覺得 基本上吃霧放在室內 都不會壞掉 我這個人就是覺得 反正冷氣房 應該還好 我就會覺得 假如說放在外面大太陽室外的話 就算太陽沒有直射 我也會覺得可能不能合 但是他只要在冷氣房 我就會覺得 應該不會這麼容易壞 有冷氣的應該還好 放兩天手藥 放兩天手藥真的很誇張嗎 因為我以前 就是我也說過我一瓶運動飲料 就是我是對嘴喝 我沒有倒到杯子裡面 我也是這樣喝一個禮拜 我媽媽會說 不要喝 因為那個會有細菌 因為你是這樣直接喝的話 會有細菌 我想說他喝起來就是蠻正常的 他喝起來就是蠻正常的 他喝起來就是蠻正常的 為什麼不行 一禮拜 一禮拜 就算 我沒有拿去冰箱冰 我也是會喝 我不知道 我覺得寶礦力 寶礦力 什麼時候喝他的味道都是一樣的 他就是一樣啊 所以我就覺得他基本上沒有壞掉的味道 而且寶礦力本來就會有點酸酸的 運動飲料 FIN的話 我有幾次有意識到他好像喝起來怪怪 就是有點特別酸 因為他味道比較淡 反正後來是因為口水 不知道 我剛剛以前就很習慣養成這種 習慣 養精看起來 不知道耶 我沒有這種 所謂的 就是寶特瓶飲料不能 對嘴喝之後不能放超過幾天 就是我沒有這種 概念你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我家 我跟我爸住 但是我爸就是 那個 他們就是很常 買那種 一公升的 汽水之類的 就是那個很大罐的汽水 然後直接對嘴喝 然後喝不完 不是就是放進去冰箱嗎 喝不完就是放進去冰箱 喝不完就是放進去冰箱 然後可能久了他就是沒有氣了 他就會是糖水 但我還是會喝那個 消掉沒有氣的那個 糖水的汽水 2000CC對嘴喝也是厲害 醬料類碰到水會壞掉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我以前很常 就是我以前很常 就是因為冰箱很常會有 冰箱很常會有 冰箱很常會有喝一半的飲料 哈哈 就是我以前那個 像阿嬤家那邊 就是我爸也是 然後我阿伯也是 就是通常大家都會把 喝一半的飲料放回去冰箱 然後 然後 應該是我都覺得這個還好 就是有時候我阿嬤很喜歡拿寶特瓶裝醬油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有時候會很不相信那個 飲料裡面到底是不是飲料 因為他很喜歡泡那個 他很喜歡泡一種茶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茶 就是他的那個茶喝起來有一個神奇的味道 就是他的那個茶 他很喜歡泡那個茶 然後他會放在那種 比如說 雪碧 雪碧的寶特瓶裡面 或是那種青草茶的寶特瓶裡面 冬瓜茶的寶特瓶裡面 就是綠茶的寶特瓶裡面 他會放在那個裡面 然後有時候因為不知道 你就是可能放學回來很熱很熱很渴 然後你就去冰箱然後隨便拿一個 然後喝喝就發現 不是你想要的飲料是茶的時候 就是會心情很差 醬油我沒有喝過啦 因為他看得出來是醬油 就是寶特瓶裡面黑黑的 基本上他不會是什麼飲料 但是就是因為很常 我有幾次就是有被騙到 就是倒出來是他泡的那個茶 就是不是飲料 米茶 裝農藥的老人 裝農藥的老人 都不知道他裡面裝什麼神秘的東西 有請喝 有請喝有嗎 我阿嬤應該是沒有這麼重口味 偽裝 就是他很喜歡在 各種平平逛逛裡面裝 他的一些東西 這樣子 謝謝數字家的啾啾你喔 普爾吧 喝起來很淡 很淡的茶 就是他不像綠茶 就是他感覺不是綠茶 真的很神奇的味 有實驗家精 什麼顏色的 很淺 很淺 很淡的顏色 很淡的顏色 很淡很淡的顏色 很像接近 玉米虛茶的那種顏色 這樣怎麼知道哪瓶裝什麼 他可能知道啊 就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但因為我阿嬤就是 以前我家的冰箱就是很可怕 因為他裡面會放很多就是 比如說 割葉割葉菜 然後一些醬油 然後 然後那個 美乃滋什麼 就是他會放很多 他廚房要用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整個出口 整個冰箱裡面就是 蠻亂的 嗯 就是我很常會挖到 那種可能過期了三年的 醬 那個 美乃滋之類的 我常常會挖到那個過期很久的東西 所以 這包是什麼 這包是什麼 這這麼高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這阿嬤知道哪罐是什麼 對對對 基本上那整個冰箱我都 不能有 就是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東西 就是他有的東西會放太久 跟你放在冰箱就忘記了 哪有 還是會去看一下好不好 阿嬤冰箱都是滿滿的 而且因為很多塑膠袋 然後這樣塑膠袋然後就塞進去 所以 通常包在塑膠袋裡面 你根本看不出來它是什麼 那你的手揚眼還在正常環環 對吧 還行吧 我的忘記是遺傳 我的忘記不是遺傳 我的 我根本沒有在算 比如說我這罐飲料我開了多久 我放在冰箱放了多久 可是我就覺得 基本上他放在冰箱裡面 他就不會壞 只有 阿嬤才知道的東西 嗯 就是 嗯 很糖 做這種事 放進冰箱都不會放 飲料阿 我就覺得比如說奶茶 我認真奶茶 寶特瓶的奶茶 我會放 也是會放大概三十 會喝三四天 因為我喝不完阿 所以我會放三十天 就是汽水也是會放到沒有氣 就是汽水也是會放到沒有氣 今天我跟大家汽水沒有氣就不會喝了 但是我會 我會減他們不喝的汽水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氣 所以我會 我反而覺得沒有氣比較好 所以很難喝沒有氣的可樂 跟沒有氣的雪碧 你 汽水應該放幾天是沒氣 那你就這樣一直開開光光 然後他就會沒氣 沒氣還是喝 只要冰的我還是會喝 熱氣的汽水超甜 對啊對啊 只要蘋果沒碰到嘴巴 然後有放冰箱 他就是無敵 雖然我都會碰到 因為我以前不會 不太會不對到嘴盒 就是我沒有辦法算準 雖然我現在也算不太準 所以我基本上手要放在這邊 我才可以算得到那個距離 大概在這個 就是要盔子 我沒有辦法這樣一隻手 沒有辦法一隻手不對嘴盒 太困難了 太困難了 會手抖 不拿水杯裝 不拿水杯裝 泣水 泣水這麼甜應該比較難壞吧 泣水基本上不太會壞吧 有要訓練用倒進嘴巴裡 有時候比如說 因為TP很常大家喝同一罐水 但我就是 多少還是會在意 那個 可能大家對嘴盒 他們對嘴是還好 我不要對嘴就好 就那種感覺 即使他們對著嘴盒 我只要不要碰到那個嘴 我就覺得還好 所以基本上跟大家 共用同一杯的時候 我都會隔著喝 你比較在意嗎 吃到別人的口 我不在意吃到別人的口 就是在意那個 平口 的部分 那還是準備吸管 準備吸管也沒有比較好 吸管的話 偶爾我是覺得還行 還行 你是不帶水的人嗎 我是不帶水的人 但手搖的話其實很常 大家會各 就是各自喝一口喝一口 有時候雖然會在意 有時候雖然會覺得 有點在意 但是 基本上 喝了就過去了 就是 講得好像很毒一樣 喝了就過去了 所以我也不會 只是想太多 就是覺得 喔 該沒關係 解冰水沒有再帶了嗎 沒有耶 最近沒有需要喝解冰水的日子 還是會喝 難是不是很難這樣 很難 很難怎麼樣 喝同一瓶嗎 夠了就夠了 只能自己放款式 因為 因為還好耶 現在阿虹的一個心 你們這樣各自喝一口很容易 就集體中 這樣 但是大家都沒在怕的耶 我跟你講大家都沒在怕 大家唇下編演唱會 那天也說 大家都沒在怕 亂喝亂喝 所以我們就說 那個TIF 我不知道為什麼 李嘉莉跟媽有沒有中 因為大家都喝同一罐 那個寶特瓶的水 大家是認真喝同一罐喔 而且甚至我沒有喝 甚至我沒有喝 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有中 他們是同一罐寶特瓶的水 我不懂啦 我不懂 我沒有喝那瓶水 他們基因厲害 他做的還是平安的 臉上就是不會中 飛沫船 我甚至沒有跟他們 喝同一罐水 哈哈 原因找到了 嗯 我做得很無波 我做得很無波啊 我那一天我根本 我其實也沒有幹嘛 他們剛好測不出來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喝同一罐飲料 好像也沒有到 一定會中 所以 大家不用太擔心 謝謝齊悅的JuJu Me 喔 對 因為我們基本 就是大家都這樣子喝 大家都這樣子 因為人印多 其實姊姊不知道哪一罐是誰的 所以他其實不會說 喔 這一罐就是你 這一罐就是你 他就是拿水來 然後說 要喝嗎 你要喝的話你就喝 他不會 分這罐是誰 還是要看人吧 就是 寶特瓶會有點抗拒 寶特瓶會有點抗拒對嘴喝 可能是因為 擦口紅 我就會覺得 那個口紅如果在上面 會有點覺得 不行 但如果兩個人都沒有口紅 我可能就會過得去 但 只要有一個人的口紅在上面 我就會覺得很可怕 但是 無形的我就可以裝作沒有那個 但是 就是 就是看得到的 我就會有點在意 以為都會擦吸管 好像貼名 嗯沒有耶 有一陣子我們公司有那種 所謂的寶特瓶打孔服務 就是把孔打開 要把吸管插進去的服務 但是 可能後來就沒有人 後來就是 放著你們要喝就自己打開 然後自己喝 但是因為 比如說拍MV那種 出去外面相演那種活動 然後姐姐身上基本上不會帶上選拔 人數的水瓶 因為 如果有人沒喝完也是浪費 也要處理掉 就麻煩 所以 他就是開一罐 然後 或是開個兩罐 然後大家要輪流喝 然後 喝得完的話就可以丟掉 喝不完他就是 帶走 然後處理掉 這樣子 就是他不會 說 每個人準備一瓶 比如說像我就是 不喝水 基本上 他就會多帶一瓶 然後不需要他 他就要再砍回去 打孔怎麼打 他好像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東西 然後比如說 壓在那個 防水瓶蓋上 然後這樣壓下去 然後他就會打一個洞進去 好像是 現在是用節背不動 對 節背不動不要為難他 一個人 如果背 16瓶 18瓶 會死 會死掉 這兩公升的嗎 更省省的 基本上不會 基本上就是活動上 他們 應該正常來說 大家都會有附水 比如說 ZEP 什麼的 山窗 應該都會 搬一箱 水去 然後你要喝你就自己打開 那個時候 然後姊姊也不會管你啊 那個時候就是你可以自己喝自己的一罐 這樣子 因為就是放在休息室啊 你們自己有辦法拿水喝 說的是那種 出去商演 我們沒辦法每個人一直拿著水 然後移動 然後 自己回去休息室喝水的那種狀態的時候 就是姊姊會拿著 一罐 然後問大家要不要喝 結果他不會說 欸 可以回休息室喝水 就是我們不會再這樣 大費 走張的走回去 喝自己的水 就是 他會直接拿著 然後問你要不要喝 水 水上面會寫錯號 水上面會寫錯號 印證好像都要先背個十瓶礦捲水測 廠商的 商演廠商都會提供嗎 會提供啊 只是因為 他不可能 比如說商演六個人 他不會拿六罐 然後說 這罐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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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拿這麼多罐 就是拿一罐 然後 要喝了自己去拿 這樣子 廠商也很扣 不是廠商很扣 就是單純我們不需要浪費這麼多罐水 因為根本喝不完 然後 廠商是這種 六百CC的水 六百毫升的水 六百毫升的水 假如說我今天開了 我喝一點 喝這樣子 這罐我不喝 他放在那邊就是浪費 那你為什麼 不要大家 學了同一瓶 就是能喝完 比較好 不然大家都喝一口 一口 然後這樣 開了六罐 然後都只喝一口 的話 超級浪費的 那你要多喝一點 你還逼我啊 我不想喝就是不想喝 需要的是專屬吸管 共同用水 你不用用吸管 六百CC 怎麼可能六百CC喝得完 那還是喝索洋飲 對 有索洋飲當然是喝索洋飲 大家如果有帶索洋飲 你覺得 大家還會想喝水 當然就是姊姊如果帶了 六瓶水去 結果大家都喝索洋飲的時候 他不就是白帶的那六瓶 比較適合自己帶杯子 喝得完 基本上大家不會喝得完 因為活動那種在外面的話 上廁所很麻煩 所以大家基本出去不會喝很多水 就是因為很麻煩 如果你想上廁所的話 附近可能沒有那個乾淨的廁所 大家就不願意去廁所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喝水 大家就想說 喔 回公司的時候 再去 再去去 基本上他不會帶 因為基本上廠商會附 你只要去到那邊 就會有水 所以你根本不用扛著去 只是回來的時候 可能要扛著回來 嗯 因為他就會 就會有人這樣說 姐可以幫我 幫我拿著嗎 姐可以幫我說著嗎 因為 大家通常去外面的時候 不會帶包包 所以大家就是一隻手機 然後 武裝用 然後說 姐你可以 帶我的水回去嗎 可以先放你的包包嗎 然後姐的水 包包裡面就有超多水 這樣子 或是會遇到那種 例如說 劉曉晴之類的 他就很喜歡說 欸你水不喝嗎 那可以給我啊 然後他就會 收集大概三罐 他說我可以帶回去宿舍 我說 為什麼宿舍缺水 是不是要囤水 然後他就說 沒有嘛 就可以帶回去宿舍 然後他就拿了三罐 姐姐可以幫我拿嗎 我說 結果你還是給姐姐拿啊 你要帶這麼多罐回去 還不是你自己帶啊 而且還要這樣多扛三瓶 全新的水回去這樣子 這只是因為他說 他要帶回去宿舍 他要ㄎㄧㄤ那個水回去 ㄎㄧㄤ免費的水回去 還是要幫他背 對對對 因為通常我們手上沒有包包可以拿 所以自己抱著也奇怪 然後他就會丟給姐姐 他看出來幫姐姐說 你有需要嗎 你回去公司拿就有啦 公司也有水啊 你為什麼要在外面拿別人的水 他說他是不是懶得住這個 不知道 我不懂啦 就我不懂啦 可能就他想要收藏那個水吧 其實我想說可以少拿 他拿回來 城市帶回去紀念嗎 沒什麼好紀念 那個水到拿都可以買 你知道嗎 外面拿著感覺比較賺 又不是便當 這是個保特品水 應該這裡是奶奶的水 它才不會 它不是以收藏為營 它的目的 其實聽到應該先跑了 直接任命杯水 謝謝阿的啾啾你喔 她小燕在公司還會記得她有帶什麼 她有時候會忘記 說 欸 其實老大親你的水記得拿 不然的話她就會放在我的包裡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帶的 他說 欸 水可以先借放 老大親你的水記得帶回去 我沒有想要扛回去喔 請你自己帶回去 以前她手機殼後面不是一堆手機 以前她就是貼很多貼紙在她的手機上 甚至那個不是 名 姓名貼 它就是普通的黑色膠帶 然後阿伯上就說 你手機上面為什麼要黏垃圾 他說 那個不是垃圾 那個是什麼 紀念 是什麼什麼的 那萬瓶子應該丟掉吧 絕對會丟掉的阿 那個瓶子又不是什麼值得紀念的瓶子 垃圾 這很像垃圾 因為這真的是一張 一張普通的黑色膠帶 就是你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在那裡 因為沒有人知道阿 就它上面也沒有寫名字 也沒有寫字 它只是一個普通的黑色膠帶 然後黏在手機上 那個不是被破除了嗎 對 對 這它有紀念意義嗎 就只有它知道阿 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一條 黑黑的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阿 有人知道阿 有人知道阿 沒有人知道阿 沒有人知道阿 就想幾年的也是交代 有沒有叫不知道阿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這不是很久以前嗎 不知道它有沒有人還活著 還活到現在 還活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 只是阿伯他們 握手要丟的交代說 握手會有東西問他 妳要說得好 她們好像不在了好嗎 我沒有說 我說她們也許 就是現在不在 沒有在這個直播間 這樣子 .. 現在數字加終情玫瑰 所以是RV上的 我也不記得不太清楚了 有點久了 有點久就不會記得 不想記得 你哪天也拿個膠來給他說不定他也會留著 不會好嗎 請問他如果真的每個人這樣都收的話 他的手機應該會有超多不需要的交代 你也可以唱因為喜歡你嗎 只因為喜歡你沒什麼道理 我不知道殼子 不知道殼子 他的手機殼已經沒有了很久了 這很重要你要好好保證 昨天講談會如何 不知道耶 但是就是昨天其實沒有幾個人出現 說不定純粹是覺得交代私下參加的嗎 手機殼會那個嗎 被影響 你好像也要獻上 真的啊 他都蠻久的 他只會看到那件衣服 大家就說那件是新衣服 但那件不是新衣服啊 那件就是那個 那個上個月的那個cover 副歌cover的衣服 其實你們看過大家 是你們不記得而已 其實是同一件 我只是換了個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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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羨慕有線上 也不用羨慕啦 人家 那個握手會就是 比較 早見到這樣子 線上就是要等到比較久 其實現在八月了 你們已經演了 演了六個月左右 從二月演到現在 大概六 六個月 之後也排好時間了嗎 到月底 我有排了幾次的時間 這樣 衣服材質感覺不一樣 是特效的關係嗎 呃 可能是特效的關係 你還有線上 為什麼你還有線上 你不是有去 實體握手會嗎 你還可以這樣線上線下都參加 從二月三號 超久的 我真的會打 你手真的比較會全打 不是欸不是欸 因為下一集我真的沒有打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真的真的運氣 下一集我真的沒有答得很好 請大家不要期待 加班的結誰 落下單的人 就別人的 別人的線上 還有這樣收到 韓韓跟路卡 什麼韓韓跟路卡 因為那時候還要有點運氣 先打一把針 我先打一把針 請不要再叫我身穿 什麼什麼身穿奎 節目線道你丟的還是很適合 只是 可是 說就是新手的運氣 對不對 第一次嗎 每次都收新手 我這樣 覺得 不知道欸 第二次就還好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 我可能 把運氣都集中在第一次 不行夠就是好窮 不好說不好說 就是手感也有差吧 有時候手感沒有很差欸 比如說有時候玩電動的時候手感很差 我就會覺得是手感的問題 比如說有時候玩靜母團我玩不好我就會說這個是手感的問題 是不是覺得我今天手好像怪怪的 我覺得手在發燙 沒有在發燙 我覺得是因為第二次那個 就是包那個膠布 可能大拇指就包得比較厚 所以它就有點卡卡的 就是在那個球上面有點卡 可能太粗 就是塞不進去那個洞 所以球出去的時候 會沒有這麼順 有人說 有人說 有人說我的 球的那個孔不會太小嗎 我其實覺得沒有到 太小 我覺得沒有到太小欸 感覺就變了吧 我的手被膠布封印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綁大拇指 好像是因為 大拇指這邊 前端的地方會 比較壓到 你拿9號就覺得卡了 這隻手已經不是我的手 第二集的時候大拇指也是痛的 呃 第二集的時候其實基本上還好 都會轉手碗 什麼轉手碗 你都丟12磅欸 可以丟到中的就拿中的吧 因為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 輕的 他其實撞不太倒 那個瓶子 哈哈 玩Win的寶寶球多強 呃 我沒有印象欸 我可能 我記得我玩Win的時候 我也是在亂玩 因為他就是怎麼揮 他就是感覺 也沒有 就是 那個感覺 就是看運氣 研究說飛碟球嗎 我沒有研究過欸 但是他感覺很酷 太高級了 不嘗試 我可能要先住在那個 住在那個 保齡球館 重的 夠大力就蠻好的 直線丟好都很難 我覺得 球重一點會比較穩 但是 重點是因為 我球重一點 我拿不住 就是我往後面放的時候 我基本上 我撐不住 所以 會歪掉 我的球會歪掉 就是他下去的那個 瞬間我沒有辦法控制他 所以我們 我有試了什麼 要拿過8 但是 還是拿7 比較安全 讓我遮掩 抱歉 以前是朋友直接用溜滑梯丟球 什麼叫做溜滑梯 拿中的會砸地面 前進離一個宿舍都在打電動 對啊 我在打電動 就拿適合中央隊的 一木頭髮 太重反而很難控制 往後丟很危險耶 怕會丟到人 旁邊輔助的溜滑梯 有這種東西喔 你只要放球就好 這樣有玩的意義嗎 你說這樣放上去然後他就會這樣出去喔 小朋友在玩 大家有就是想過就是有什麼 有什麼想要看的運動 因為我不知道耶 打保齡球 打保齡球 打保齡球真的是我第一次 但是我其實 我其實大家知道我看起來很窄 其實我蠻喜歡 蠻喜歡 我沒有蠻喜歡運動 但是 運動的項目我也很有興趣 不想要籃球 喔 不想要籃球 唯一就是不想要籃球 你們在爭取主題嗎 沒有在爭取主題 我唯一不喜歡的是籃球 因為籃球要衝撞 我不喜歡那個衝撞感 就是 就是 我不喜歡那個 就是 要去跟人家搶的那個 感覺 我不喜歡去跟人家搶 游泳呢 游泳我真的不喜歡 游泳 我沒有不喜歡 我不擅長水 水這個東西 我不喜歡水 我跟水不合 大家我跟水不合 射箭 射箭很 蠻有興趣 射箭感覺很好 足球 足球的話是因為 因為 基本上我覺得足球會的話很帥 但是 基本上在學校的體育課 足球不會認真學 所以 基本上我沒有學的很厲害 所以 我覺得好像自己很像 腳有障礙這樣 不知道自己在踢什麼 但感覺學會踢足球 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羽毛球 羽毛球的話 就是國中 國中 高中有多少打一下 國中應該是我 打最好的時段 高中的時候我就在耍廢 高中 體育課我都坐在旁邊 所以這點沒力吧 大家都這樣說 說不定是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我這邊 這邊沒有力 這邊沒有 沒有肌肉 溜溜球 跳箱感覺沒有像 欸跳箱 很有趣 我超想玩跳箱 但是 能玩到跳箱的機率很少 因為 體育課也不太會有跳箱 我記得好像國小的時候也有玩過跳箱 就一兩次 體育課的時候也有玩過跳箱 但是真的很可怕 跳箱真的很可怕 我很怕會卡在那個 卡在那個上去的地方會卡住 高中老師不會搶走 高中老師不會搶走 我們高中 體育課基本上 你學完他就會說 喔 自由活動就很廢了 這樣 體操 體操 會不會太難 有些球類難的找你們玩 就 對對對 長跑 長跑有什麼 長跑是要看什麼 你要看我們 就是一擊 然後就在跑步 Omere to Omere to Omere to 你喜歡躲避球嗎 躲避球我不太喜歡 因為很可怕 我很可怕 因為通常 躲避球就是 開一看心心不然 我就覺得還好 但通常躲避球 到了一個 時段 大家就會 有點過於認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可怕 長跑是對製作組的挑戰 他可以叫我們 跑操場 然後他只要把 機位放在某個地方 然後定點拍 這樣子 他就不用跟著我們跑 只要裹著 體育服什麼球 躲避球會一直有瘀情嗎 躲避球基本 你只要穿護具 都不會有瘀情嗎 哪個地方 你說被球打到會有瘀情嗎 我是沒有遇過 這麼大力的球 沒有眼前真的 很可怕 躲避球玩到後面 大家真的勝負 遇出來的時候 會很可怕 你知道嗎 現在最適合夏天 夏天的可能就是 沙灘排球吧 沙灘排球 可是我不是很想要再試外 我不是很想要再試外 躲避飛翅排 躲避飛翅排 我們突然轉了一個 就是 轉進來一個 轉學生 他是 本來是打躲避球的 然後他可能在學校 或是校隊 然後就有種 好像是為了他 我們開了一個 躲避球隊 然後我們就開始訓練 躲避球 然後 所以我莫比其妙要去比賽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就去湊人數 然後就這樣都抓去 要打躲避球耶 這樣說 我國小的時候是 各種是 一種 各種是 這裡缺人我就會被抓去 這裡缺人我就會被抓去 我國小就是 隨波逐流 我都沒有說 書法 莫名其妙我就去寫書法 莫名其妙我就去打樂樂棒球 那個 武龍武獅是 大家都要 所以就算 但是 躲避球也是 莫名其妙就被抓去打躲避球耶 萬人的靈 不想要 我超想學溜冰的 但是我學不會 因為 一個人如果去溜冰的話 就是 因為周邊的人 如果都很厲害的話 自己會不敢學 所以我很想學 高高了吧 都覺得高可以嗎 呃 有可能我偏高 不知道 不知道耶 剛好可以學 你可以找主題 這是劉冰嗎 撞球很輕鬆 撞球很 撞球很 撞球就是室內 撞球 那個打寶林寺的地方有撞球 你們去過幾次溜冰了 我去過 三次 還是兩次 兩次還是三次 兩三次 他常常溜不然會勝出 不是 重點是溜冰 去的話 自己去的話 就是會很問號 然後 通常要有人教 會學比較快 桌球 桌球 國中的時候打過幾次 高中的時候打過幾次 嗯 基本上我沒有學會 我沒有學會 桌球怎麼打 我大概只知道發球要打 然後怎麼對打 我不知道 因為就是 都學了一半 然後就結束了 棒球打擊 練習場 跳繩 跳繩 跳繩好像沒有什麼有趣的部分 跳繩要怎麼 跳繩也很難比賽 比賽跳比較多 是不是 你應該不喜歡棒球吧 我不喜歡棒球嗎 你如果要說我不喜歡的原因 可能 只有 那個 在戶外這點 我不喜歡的 通常打棒球的人都在戶外 就是 很熱 我不喜歡很 很熱 不想要曬太陽 因為我以前 我就說我以前是那個樂樂棒球 他也是 棒球 就是比較小朋友玩的那種 運動 然後 基本上 都會在操場上練習 除非下雨天 可能會在體育館 然後 在體育館 也沒有辦法玩那個 就是跑三壘 什麼的 就是可能只能這樣 欸 打 然後去撿 欸 傳球 就只能練這種 就是他室內通常大小不夠 這要是筆球 至少是室內 西武球長也完全很熱 跳高 我很想學跳高耶 我高中的時候莫名其妙去參加跳高 好像是因為 那個運動會 就是 體育老師規定 每個項目都要 有 兩個人去參加 這樣子 然後可能跳遠就要塞 一兩個去 跳遠 跳高就要塞一兩個去跳 跳高 然後長跑也是 也要塞一兩個去 短跑也要塞一兩個去 然後 就是 他說 有一些項目他就是 你不能有空的 就是 一定要塞進去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高中是智楚科 就是 女生本來就很少 所以 女生的那種比賽 大家都很不想要去 運動會的比賽 所以 塞得很痛苦 就是 那種 長跑的 短跑的 然後 跳高跳 跳遠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項目 還有什麼項目 就是 大概是這種項目 反正就是 他說 他說 啊 既然我都 我是高機率會被丟進去 參加那個 臭人數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說 那我不要 跑步 我不要跳遠 那就跳高 我就填了跳高 我就去跳高 然後就莫名其妙去跳高 而且 重點是根本沒有學 我們體育課根本沒有在教跳高 然後莫名其妙 運動會要比跳高 我就想說 請問大家都是覺得我們自己 不用學就會跳 然後這真的是 運動會的上一個禮拜的 最後一堂體育課的時候 可能說 可以練習一下 我真的練那三次 我就去 跳運動會的那個跳高 我都覺得很可怕 因為就是 可能大家會看 大家會看你去跳高 就是會有超多人 就是一看你就知道 他不會跳高 因為他可能 嘿就這樣壓上去 我想說 希望我等一下 不要長這個樣子 希望我等一下不要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會 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很丟臉 不會的話 我會自己覺得很丟臉 我自己覺得 既然都要比應該要 就是 至少 至少 厲害一點 但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那一年 那一年的女生大家都比較弱 所以我莫名其妙拿到第三名 就是那個 二年級拿到第三名 三年級還是二年級 反正就莫名其妙拿到第三名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亂跳 然後跳上去 反正我也沒有跳很高 應該是說大家都不會跳 所以我只是 隨便學了一下 然後 通常有過 莫名其妙 因為前面就會淘汰掉很多人 沒過的話 被跳式 我 不是被跳式 我是跨 跨的 這樣 這樣 右左 右左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被跳啊 我學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學 沒有人教啊 真的 因為體驗老師也不會教你好嗎 我就真的問他 剪刀腳 剪刀腳 腳唱牌 被跳很難 被跳很難 被跳我覺得應該要再學一下 才有辦法 因為被跳感覺 腰的那個地方 要 要知道怎麼用力 才上得去 所以 我只能用跑 然後 這樣 這樣 扣上去 為什麼沒有比 拍照比賽 那是什麼比賽 比賽很強 但是不愛運動 我不愛運動的原因 只是很熱 會流汗 這件事情 我不喜歡 以外 我不排斥運動 背藥是很帥 我知道很帥 只是 因為 跳高不是說 不能雙腳 跳 雙腳跳 一定要單腳 就是你不能雙腳一起離地 但是如果要背跳是 只用一隻腳 我會覺得很困難 所以 我可能覺得想說 就運動會嗎 至少 有跳過就好了 不要 採取那個 我 沒有什麼信心的那個 感覺好難 雖然他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我很怕那個 學不起來 後來怎麼學起來 我沒有學起來啊 你說背跳是嗎 我沒有學起來 我不是說就是 運動會的 前幾天 然後 體育課的 結束 有人在 有人把那個東西搬出來 可以練一下的時候 我大概就跳個三次 然後 我就要去參加比賽 我所有時間我都是在腦海裡練 演練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右左右左右 右上去 這樣上去 這樣 我練 運動的時候 我 都是靠想像 我大部分的時候 我都是靠想像 在練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練 那個東西沒有 實體很難練 你知道嗎 沒有那個實體的 槓 槓子 跟 墊子 你沒有辦法練習 那個所謂的 跨過去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就是靠想 應該是這樣子吧 大概 應該這樣子 可以 然後就是看一下前面的人 怎麼跳 然後慢慢這樣 這樣演練一下 好像不能這樣 好像不能 可能要這樣 然後就是 別人在跳的時候 一直在思考 他跳得很輕鬆 差一點點這樣 一直看人家這樣 看人家怎麼跳 要腦內磨你身體 就可以跟上想像 我覺得 我覺得要看 要看 項目 比如說我看人家踢足球 我看了很久 我還是不知道 那個足球要怎麼弄 基本上 你腳只要有上去 就會上去 他沒有所謂需要控制的地方 你只要跳得高 都可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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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控制嗎 不能碰到桿子 就掉 控制 控制是控制自己的身體 我覺得控制自己的身體 是件不難的事 但是控制 別的物體是一件很困難的 比如說 控制保齡球的球 跟控制足球的球 跟控制籃球的球 我沒有辦法控制那顆球 就是那顆球 我沒有辦法控制他 但如果你要控制我的手 我可以控制他 只是 我沒有辦法 確保他現在會去哪裡 比如說我打排球 我說 這個動作我有在控制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求他 就是 不在我的控制範圍 最後跳過高速 我不記得啊 那種 只跳過一次 我怎麼會記得 那個數字 直接性的想像 身體碰到的物體 我只能控制我自己 所以說 跳舞這件事情 我就是控制我自己 所以我看了 我就大概 大概就是想像一下 這個動作 到底要怎麼跳 角度問題 角度問題 你有去過健身房 我有去過健身房 你都會被球K到 那感覺溜冰有戲喔 因為你說溜冰基本上是控制自己的腳 對吧 只是我 我應該是說我沒有那個膽量 就是我 會怕摔就會不敢 往前 所以 如果我不怕摔的話 我可能會學很快 喔跌倒就站起來了 但我還是會怕 所以會這樣一直停在原地 他這樣往右 會一直停在原地 會一直停在原地 像節目學 體操呢 體操感覺很有趣 世界衝浪 我說我跟水不合 我跟水不合 我跟水不合 剛說的姿勢好穩穩 因為我以前也是 六滑板 六滑板我有學過一次子 也是國中的時候 滑過一兩次 滑雪跟溜冰都感覺蠻有趣的 滑板也蠻有趣的 滑板我很想要學那個 它會這樣翻 我以前試圖學過 在那個看見西洋 了嗎的那個 滑板 但那個滑板是長板 就是女生在滑的那種 會這樣晃來晃去的那種 那個跟短的滑板不太一樣 那個基本上翻不太起來 但我試圖用那個翻過來過 那種東西會摔的 滑板感覺會摔的很難 我也是這麼覺得滑板 滑板感覺 可是有的滑板它不需要 就是真的去滑那種很禁忌的 它可能就可以在地面上 要這樣做一些奇怪的那種感覺 就它不需要真的去那種 這種 然後滑那種 那個感覺太危險了 我應該不會去玩 長板比較遠 長板的話感覺 是那種 韻律感嗎 就是它有一種 就是這樣晃來晃去的感覺 也是要你 怎麼說 不怕那個 不怕的話 我覺得就學得起來 但是因為我怕 所以速度一上去了 我就不敢 我怕摔 怕摔就不 不敢做那個 所謂的這樣晃來晃去 因為 你會覺得一晃就不穩 不穩就會跌倒 緊張就會跌倒 所以是 會整個會有影響 比溜冰還容易甩 溜冰要看 如果你不轉圈什麼的話 確實感覺 沒有這麼容易甩 但如果要轉圈什麼 就不好甩 附居穿寶袋 這還是比較喜歡腳踏實地的感覺 就是我的腳在地上 會比較 三腳轉圈的那種 也不用三腳 一腳也有 雙腳也有 對嗎 以前真的流行過一陣子溜冰 我以前 就是有一雙那個 球鞋 然後下面有輪子 我小時候的時候 超會溜那個東西 就是我有辦法在路上 跑一跑 然後用那個輪子 爐這樣 然後累了就用走了 這樣子 我小時候很擅長 穿那雙鞋 但是時間久了 我就不記得那個感覺 我就會覺得整個人的 那個都放在那顆輪子上很可怕 鞋子對 鞋子有輪子那種 以前有 輪子或是會發光的鞋子 你就是KING 敲一下輪子就會出來的鞋子 但我那個好像不是敲一下就會出來的鞋子 他好像就是一直在上面 你知道 就是你在那個滑鼠 然後下面有顆球 大概就是那種概念 他沒有辦法拆掉 以前都是冰宮溜一堆生 直排輪很帥氣 直排輪我記得國小的時候 然後學校有就是那種 就是 類似 暑假 下令營 就是他會辦 我沒有去參加 我只是說學校好像有 就是那個 不參加的原因大概就是 因為要買那個裝備 我覺得很貴 我覺得很貴 我就沒有去 報名那種東西 不然的話我覺得那個好像很好玩 但是又想到那個 每天都要去就覺得很累 每次都要去就覺得很累 流冰 沒有流冰 直排輪 直排輪 裝備穿起來就不完 真的很好笑 戶吸 戶肘 頭盔 就是很 很多 幼稚園都逼我們 腳前學直排輪 幼稚園就學直排輪 什麼樣片都要每天都要去啊 我這個人就是 比較free嗎 我想要學我就學 我不想學我就不學 發飾直排 不怕摔可以不用穿 但應該都會強迫你穿吧 不然受傷的誰要賠 七彈的會想玩 七彈的嗎 蠻想玩的 那有人說七彈會打到瘀青 我就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很可怕 會害怕 但說不定完了 就覺得還好 就是 如果真的沒有很痛的話 可能覺得還好 會腫起來瘀青 真的假的 有這麼痛喔 是因為距離嗎 如果你很遠射的話 會不會 我 穿後一點 大拳已經被打 電子 對對對 我們之前不是忘記了 是什麼 我愛我現在還是什麼 忘記了 我們去 我們跟LULI去玩那個雷射槍 但我覺得那個好像沒有很 沒有很準喔 我不知道我打到什麼 但橫鏡打到應該都還好 七彈還是有點有點不太建議 尤其怕眼睛沒防護 我好會說 七彈 七彈嗎 可是感覺很有趣 那種 因為我以前 有看過那種 生存遊戲 就是他們去打七彈那種動漫 我就覺得好想哭 而且他們真的是 有一個很像 在野外叢林的場地 直接戳到紙袋也就麻麻了 直接戳到紙袋也就麻麻了 是不是 連這個沒有被打倒的真實 對不對 沒有中彈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像要玩槍開始狙擊槍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那種 因為以前看刀劍 刀劍後面不是有那個 那是什麼 GGO 忘記了 就是槍 我就覺得 施奶很帥 拿狙擊槍很帥 羨慕拿狙擊槍 想去別 欸我剛才想 我如果玩手遊 手遊電腦的那種 槍戰遊戲 我基本上一定會拿一把狙擊槍 因為我這樣單純覺得狙擊槍很帥啊 可以站在很遠的地方 把那個勁打很大 如果一發中的話 他就一發死 我就會覺得 很有成就感 對 都抱我頭臉 可是要在遠處默默的看著人家這樣走 你會覺得很有趣 雖然說現在的遊戲就是等不太到人 就是 那種吃雞的場地太大 你蹲在一個點 可能要蹲半個小時才會遇到一個人 就會很沒有那個 去玩遊戲的感覺 然後拿刀砍子彈那都很小 那個我就不吐槽了 我知道這個是動漫 就是 我不想吐槽 反正同仁就是 開外掛 預判局嗎 我有試圖做過這件事情 我以前玩 電腦的槍戰我會做這件事 但是我玩手遊不太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不會操控 我操控不了我的手 在手機上面做 我預判的這個動作 我就覺得手機好像沒有很準 就是沒有開鏡頭的話 我就會覺得好像不準 不準 原來同仁左邊 同仁就是主角光環 眼瞎欸 雖然我覺得GG又是蠻好看的 健身站不行 不太 多練習就可以 倒手機就不行 我還記得我以前 用電腦玩的時候 我忘記了 因為這基本上可以帶兩把槍 就是 狙擊槍破 不槍這樣 就帶兩把 然後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 比如說我在狙擊 我在狙擊 我在狙擊人家 然後在等 然後莫名其妙就是 附近就來了一個人 這樣 然後我就拿了狙擊槍 跟人家拿步槍 這樣近距離打架 是不是看起來很白痴 而且那個一槍 一槍中間十個 可能有一個 一秒 一兩秒 然後人家可以這樣連發 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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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這種 我就是死 在垂石掙扎 我在垂石掙扎 你知道嗎 有時候運氣 因為就是盲狙 因為我 如果開鏡頭 我就不知道他在哪裡 所以我不能開鏡頭 所以我就這樣 瞎發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打到這樣 有時候會有打到 其實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應該也知道 我現在打的是狙擊槍 因為一看就知道 那個 速度 跟那個 強度 跟聲音 他就是很 很緩慢 跟人家比很緩 怎麼還沒死 就是只能這樣 亂跳 在那個附近亂跳 然後看可不可以 就是這樣 這樣荒謬色的 看可不可以有一槍打到他 就是他可能血 就會扣很多 太久 你就會掛掉 換手槍來不及 對 來不及換槍 對 對 我真的是那個時候 大概就是 仗著槍 傷害高 你只要一槍有中 他基本上就會直接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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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嚇死 不用把 拿步槍的還需要 跟我在那邊跳來跳去嗎 直接採一下 手榴彈還彈回來 自己就被抓 其實最早的 把門不開 可以當閃彈槍 那樣吧 閃彈槍 你說狙擊槍會變閃彈槍 有這種事 我以前看人家玩CX的時候 他們都很喜歡那個什麼殭屍 他是只有一個魔士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個魔士 反正就是我基本上看到的時候 大家都在打殭屍 你拿狙擊競勝也很好 因為狙擊打到一槍就完蛋了 像是跟警察 他是只有這個模式嗎? 我基本上看他不是在爬水管 就是在打殭屍 反動模式但是現在有點壞掉 有點壞掉 CX壞掉了嗎? CX還在嗎? 反攻跟恐怖分 好像可以幫你治療 CX就蠻真實的 蠻寫實的 他整個畫面 就比較 酷 槍越出越快 就是槍戰遊戲機 後面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可以出什麼 這只能插在裝備的插賺錢 還有龍炮 對槍戰 我把勢力斷滿 槍戰也是會排你第幾十按 3 3嗎? 不知道 我第一名大概就是那種 那種 耍廢的也有一次 殺時間也有一次 速度 速度跟踩地雷 俄羅斯空拍 殺時間也有一次 可能2的話 可能會是 那種吧 抽卡牌遊戲 3個人搶戰遊戲 4才會到音樂遊戲 因為音樂遊戲其實 玩久了會膩欸 而且音樂遊戲一個人玩很無聊 我覺得啦 音樂遊戲沒有朋友玩很無聊 對 速度這個就是一個人可以玩的遊戲 俄羅斯方塊都可以一個人玩 然後卡牌遊戲基本上也可以一個人玩 然後槍戰跟音樂遊戲我就會覺得要跟別人一起玩 音樂遊戲 音樂遊戲要一個人玩 就是音樂比如說像LavLive這種一個人 一直打那個 音樂遊戲我會膩 所以我 不適合玩那個遊戲 抽卡是我唯一的樂趣 然後到進午餐這種 需要跟人家一起 玩的遊戲 我就會覺得沒有朋友會很無聊 音樂其實就是抽卡遊戲 就是 對於我對於聽歌還好 抽卡也還好 公仁仁傑電信卡也抽 沒有抽 我還沒有抽 我現在有9000 我還沒有抽 我不想抽這次的卡式 所以我要等到 10號過後 這次不可愛是不是 對 對 這個 那個什麼 魔術師還是什麼 怪盜 怪盜 綠色的那個 假設我沒有興趣 謝謝法蘭先生的夢幻跑跑 雙劍是比較帥 我上次沒有辦法來不及了 沒有辦法湊到那個200 太難了200太難 200太難了 30000喔 30000也太難 今天只不過沒看到林依在玩工作 我想說我只要玩了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角色都是工作 像是沒有錯到 後來有什麼大師級的人小盒子 他們就說可以先練這個角色 但我練到後面因為裝備的部分要升級 我不知道裝備升級的石頭要去哪一攤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收集 因為那個其實用得差不多了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升級了 我就不知道那個石頭要去哪一攤 我現在沒有那個石頭 所以我裝備 就算裝上去了我沒有辦法升級 把體力後要放就結束了 每天在那裡我就會氣了 哪個石頭 那個黃色綠色 那個石頭 被你亂升級的 不是啊 他就說 有的人說要湊15隻角色 我就瞎聲瞎聲 因為有的人我還沒到53級 我裝備也裝不上去 我就只能去升其他角色 然後升完其他角色的時候 可能50幾等了 可以裝上去的時候 我就沒有石頭可以升級 我就在想說 我現在應該拿 那個 不要的裝備拿去升級 可以嗎 裝備的升級 對 我現在就是 沒有什麼升級 他要請幫我課 這個不用確定了嗎 什麼確定了嗎 什麼確定了 這樣 不用抽那個 你說裝上去就好了 不用升星星喔 可是他會一直叫我升 我會很想要升 不升的話那個不會比較弱嗎 謝謝丁毛的啾啾你喔 紅點強迫著嗎 我現在超紅點強迫 他會強迫我升級 我就會覺得 他會強迫我升級 請聽專家的話 你說不要升級嗎 好 好 我不升 我不升 不升真的不會比較弱嗎 現在是升就不見了 對對對 所以不要升嗎 可以卡關再升就好 再打就有了 再打就有 你在質疑專家嗎 蛤 那我是身心酸的呀 下次直播前就行 就是這個啊 你看 我會把它全部升滿耶 不能升喔 石頭會還你 只是錢沒了 跟你講公約 但你說只玩一個月 我想想還是算了 你就隨便玩 還是有差好嗎 我現在主線跑不下去 只要沒有三顆星 我就會不想要繼續玩 所以我現在很執著 我現在執著於我 有沒有三顆星 我現在 卡在 卡在九之十 當個開心玩家 要再重生一次 就是一直升喔 又要一直升喔 因為我就是這樣啊 比如說他現在是七嘛 我全部裝滿了 我就會很猶豫我要不要升級 我該升嗎 我該升嗎 就不知道 我現在每個都卡在七 我現在全部都卡在七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 怎麼升 四天就卡關了 還有二十六天 是從什麼時候開算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算 我已經登錄有十天了 我現在 這些角色是大事悶禁嗎 我現在 我現在是 這樣 我現在是這樣會很怪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怎麼排 我還是亂排 哈哈 我不知道要亂排 再玩久一點就知道要不要算 當然是因為我開了我就會 停不下來 所以我 盡量一天 晚上的時候再開 然後晚上開就會不小心熬夜 所以我也有點不清楚我什麼時候要打開它 隨便練習 對我練起來 我不知道我瞎練瞎練 哈哈 錢中貨都要可以 晚上開就天亮了 我昨天就開到晚上四點了 這樣你這個玩法什麼時候開都不行 一早就開 還是起床開 難怪最近都沒說 我這個人不適合沉迷於遊戲 我會不睡覺 哈哈 真的 因為我很久沒有 玩手遊 所以 我沒有玩手遊就很晚 所以我再多一個手遊 我就會根本不睡覺 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工作前開 工作會比你更加 很清楚自己的習慣 但好像不影響 很清楚自己的習慣 但好像不影響 每手遊 每手遊都可能到早餐 吃了不就確定吃早餐 我就說很危險 我這個人不能玩手遊 我這個人不能玩手遊 我這個人不適合打電動 因為我不打電動 光滑SNS 光滑IG YouTube 推特 什麼 看個影片 我只要一天就花完 我只要再多個遊戲 我就會整天都在打遊戲 哈哈 我就會這樣直播完 然後洗澡一兩個小時 然後洗個衣服 這樣一個小時 我剩下的所有時間 我就會全部在 手機平板跟電腦 我可能就會 全部都是 塞在這裡 假如說 平日 假如說練習又塞進去 練習又塞進來 我甚至就是 可能練習 又沒有時間打電動 我就會 把 打電動去壓榨我睡眠的時間 我不會放棄打電動 如果我真的 想要玩遊戲的話 我會 因為 一定 死都要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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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不會 這麼容易生日 讓你就會停了嗎 林哥打電動 這就是我 為什麼打 俄羅斯方塊 可以達到天亮 就是 我寧願打遊戲 打到 我 自己 滿足了 我就會去睡覺 睡眠第一的人 在於我沒有任何事情的當下 還是把遊戲節安裝好了 哈哈 在我最後最後 最後 換個卡池 然後 我可能把 鑽石抽完 就差不多可以結束 我不願意在我現在鑽石有很多 然後就這樣結束 打到天亮 你還是有睡12小時 沒有衝突 就先玩到滿 就在睡 睡覺才是睡眠的 你沒睡下去 不是 有啊 正常來說 我只要待在家裡 我就算打到晚上4點 隔天沒有4點 我就會睡 很久 但還是有例外 從他自己要的角色 興趣來的 我就會想辦法把他升級 我就會想辦法把他升級啊 我就會開始 為了升級他 繼續玩 現在多少 現在 我剛剛看是9千啊 9千 9千7 說得好像這件事就對了 下次抽牌請 務必帶上我們 想看命運的那顆 有哪些角色可以抽 很多耶 他超多角色 我可以獲得500個角色 500個報數 我現在有1萬 1萬2百 他可以50抽啊 謝謝吧 他只能JJ你 喔 JJ你又不見了 機器 1… 6… 5… 2… 5… 6… 3… 1… 4… 3… 5… 9… 5… 6… 戰力去決定我要不要打他 還是我要看他的等級去決定我要不要打他 如果我就覺得他們等級這麼高 為什麼戰力比我低 我就會覺得很可疑 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限制 你都看戰力 因為你看人家75等 他五個角色都75等 然後我53等 我的角色每個都53等 然後我的戰力比他高 我就會想說 可是75等 正常來講會比53等還要厲害 但為什麼他戰力比較低 會不會進去就發現人家攻擊力都沒有強 交給樓下說明 請說明 請解釋這個你一樣的現象 我都不知道怎麼看 因為他可能不會玩 什麼意思 所以就算我升再多等他都沒有爆發 看組隊的搭配 因為我比較強 我也希望是這樣子啊 但我有時候就會被贏啊 然後發現進去我就輸了 輸了就是不開心 電腦等級上去 RankMation 電腦等級上去 你說是電腦 那我就會每天在那邊刷裝備 刷到 刷到我的 刷到我的體力 沒了位置 可是剛剛沒有人回答我 請問我要不要把我的7升到8 請問要嗎 要的話就是現在就可以全部把它們升一升 但是我 不知道 升 但是角色全五星那個就是電腦 全五星真的很厲害 一路按到升不上去 可是有時候他會說我掉了多少東西 他會說你扣多少 那個扣看起來很可怕 那個扣看起來很可怕 八點了 等一下 明天明天有那個 新 新巢之夜 永遠記不住那個名字 但是你裝備有升星 所以升Rank會掉戰 哦 反正不要升就對了是嗎 謝祈悅的夢幻煙火哇 這個城堡怎麼這麼漂亮 可是他是不是萬聖節 他看起來很萬聖節 真巧 繼續剥吧 嗯 你也可以吃好料 記得去刷復本 賺時 復本 謝謝吉米洲的帶你去瀏覽 復本是那個嗎 什麼支線 那個很奇怪的活動 那個是復本嗎 我其實不太清楚 我想說那個要打嗎 只有你可以放開來吃 對啊柏林說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在參加監職活動 我說你們怎麼比例這麼高 竟然六個裡面有五個都要參加那個比賽 為什麼現在都是金色版 大家可以加個好友嗎 大家可以加你好朋友 我不行 雖然我是覺得加好朋友沒有什麼差 那個遊戲 調查任務也可以說 只是不知道你有沒有開 嗯應該是沒有開 把之前都打完寶什麼 我昨天有在打 因為他好像有那個什麼碎片 我就想說可以打一下 可以全集這樣子 明天可以吃好料 不知道好不好吃耶 好吃嗎 這個很好吃耶 安妮在剪子那我幫你吃好 謝謝洪毅哥的真情告白 可以刷鑽石 刷完鑽石抽完卡就差不多了 你是為什麼你一直在勸退我 結束這個遊戲 都不能吃只好你幫忙 都不能吃只好你幫忙 他們應該還是早吃嗎 對啊應該早吃 對啊應該早吃 一直戳他們 見MASHAO的熊抱啾啾 明天唱他們應該很有趣 因為沒心練到229等 229等真的會不會太難 229等 我現在都覺得生意等怎麼這麼久 你一定可以拍照食物傳給他們的教練 我又沒有他們教練的Line 我還要唸排名了各位 丟他們五個教練的愛情 丟他們五個教練的愛情 第10名是丁某 謝謝丁某 謝謝丁某 第9名是數字家 謝謝數字家 謝謝數字家 第7名 第8名 十九吧 第8名是法蘭生 謝謝法蘭生 謝謝法蘭生 第7名是柯基於 謝謝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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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名 第6名是11 現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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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8月10號 要買SAKURA的reset公演 對 第5名是吉米豬 第5名是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第4名是ünf月 謝謝麂 第3名是MASHAO 謝謝麂秀 謝謝麂秀 第2名是小鈞 謝謝小鈴 謝謝小鈴 第1名是花生 謝謝花璇 謝謝 辛苦了辛苦了 現場看可以要犯傻嗎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即時說我就看得到 我盡量啦 我如果有看到遊記 我會努力的 雖然我不確定我會不會知道鏡頭 有時候我不太清楚他在拍誰 我就不知道 有時候陳思雅畢業演唱會那天 我就根本不知道他鏡頭在拍誰 所以基本上我都沒有去找鏡頭 但希望三創那天有 有的話我就會看一下 就是他如果亮燈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樣 晚安晚安 對啊 奇系情人節 不快樂 晚安 亮那個很難抓嗎 亮那麼難抓他有亮就看得到 只是看不到的話就是不好說 奇系情人 奇系快樂 沒有情人 奇系快樂 奇系快樂喔 明天就不是了大家 掰掰大家 不要一直戳你們 沒關係 我也沒有我們一起沒有好嗎 我們大家一起沒有嗎 你有就不在這裡了好嗎 好啦好啦 掰掰掰掰 快樂唷快樂唷 大家快樂唷 還有 還有四個小時可以快樂 大家 奇系 奇系快樂 快樂 快 strategically 快樂 快